我首先覺得我不是最強 至於繼母,我從來沒有想過自己是繼母 不會將一些特別的標籤標向自己的額頭 最初是用一個朋友的身份去融入這個家庭 大家很開心,有談有談就可以了 我沒有說一定要得到什麼身份的認同 大家姐現在都二十多歲,二十四五歲 現在今年剛好二十歲,妹妹剛好十一歲 我也跟我先生說,如果你們兩個是兒子 可能我不考慮跟這個兒子 我跟他說,某種程度上,我有留意你 都是因為你的女兒 因為你是做了他們的女兒 我通過他的女兒去了解這個爸爸 原來他是這樣的爸爸 我開始有孕婦,爸爸跟他們說這個消息 他們都開心 慢慢他們說,遲些應該怎樣叫呢 寶寶叫Mis Young做媽媽 我可不可以叫呢 我交由他們自己去決定 你喜歡,感覺舒服 如果你想在外人面前叫我 回家叫Mis Young,我也不介意 我怎樣都可以 其實我是可以的 我在他心目中是什麼就可以 即使我在我老公的手提裡面 那個Safe的名字 到現在這一刻,看到Safe是Mis Young 我之前的工人做了十幾年 他到臨走那一刻,有時候叫我Mis Young 有時候叫我做媽媽 他都說過不正 大家姐都好,因為她長大了 她成熟,她懂得處理 但現在她很保護自己 你不要告訴別人 我不想讓別人知道 我不想同學用一樣的眼光 所以我也很懂得做 我盡量都不會在她的社交圈子 發言或出現 雖然很小時候 我們從來都沒有刻意告訴她 姐姐跟她的分別 因為姐姐叫我媽媽 她叫我媽媽 從來大家都沒有這個疑惑 直至有些報道出現 她已經在說她八、九歲的時候 開始慢慢解釋給她 你們的故事是怎樣的 我怎樣認識爸爸 我怎樣認識姐姐 她明白 原來姐姐之前的媽媽 是不舒服 走了 都不會覺得有什麼突圓的位置 所以我要選一個刻意的時間 或者你要多少歲 對你交代 不是拍戲 你想像不到家裡 是幾個人一起在唱歌 一起在跳舞 我們很吵 幾個女人的聲音又大 又尖又響 唱歌會很開心 我想我是一個比較傻氣的媽媽 很多事情我都不懂 我是電腦白癡 現在大家姐沒有空 要放手 現在姐姐幫我做很多 document 到妹妹 她就開始逐點接手 姐姐不愛做的事情 口頭上嫌棄我 但實質上都會支持我 都會幫我 不是完全是我付出 她們都付出了很多